4月14号,由中国船舶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豪华客滚船Morbin Fantasy号轮船在广州南沙起航 该船是目前建成全球最大吨位的豪华客滚船 交付后将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热纳亚、奥尔比亚以及里沃纳之间的航线运营 据了解,Morbin Fantasy号轮船长237米,形宽33米,服务航速约23.5节 共有13层甲板、533间客房,能搭载2500名乘客和近800辆汽车 船内共游客休闲的各类餐厅和休闲娱乐场所的面积达到约6700平方米 内装媲美豪华邮轮 中国船博广传国际建造经理张正国告诉记者 这艘船在燃料消耗方面做到了最低 严格按照绿色环保和高效运营的理念进行设计 船上配备了极低功耗的发动机系统 能够在极低燃料消耗情况下实现最快25节的高速航行 该船的内装方面实现了从设计、制造、安装全过程百分百国产化 本船的舒适度符号B级 安全环保方面的技术要求也是非常高 还是被其满足安全环保的要求 该船的装载能力也是非常强化 目前来说 针对世界上的同类型的船 它的运营能力提升了30%到40个 所以说它在这个运营的方面是非常高效的 运行的过程中它的舒适度是非常好的 我们该船的造成有震动控制 也是非常棒的设计状态和技术状态 摩比赖航运公司总经理称赞了该船先进的技术性能 及豪华的内部设施 他表示 这艘船将带着中义两国的友谊驶向意大利 摩比赖航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和黄色的标志 这些建筑是以澳大利亚的成功的成功的成功 功能接口 传统可在将来根据需要 轻松改为以LNG作为传播动力燃料 这将进一步降低传播污染物的排放